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8月4号星期四的大台中新闻 因应铁路高价化 台铁将拆除位在东区复兴路四段 闲聚已久的部分宿舍 4号一早 施工现场就遭到多位文史工作者聚集阻挡拆除 文史工作者认为 铁路宿舍是台中市的重要文化资产 应该妥善保存规划 不过铁路局表示 一切依法行事 现场还有在立民众出面支持拆除 双方僵持不下气氛十分紧张 秀时的大门门锁紧闭 老旧的砖瓦反映出岁月的痕迹 位在火车站附近的铁路宿舍 因为闲置已久 如今因铁路高价化将准备拆除 不过在拆除前夕 却遭到许多文史工作者除免阻挡 认为铁路宿舍是台中市的重要文化资产 应妥善保存 他们其实可以说明 台中是一个因铁道而生的这样的城市 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一系列的保存行动 可以把台中的灵魂留下来 那可是过去两年多来 在铁路高价化后的这些发展 这些开发中 台铁其实是不重视自己的这些资产 但这些资产并不是属于台铁自己的资产 而是它是全民或者说是台中市的这个资产 第一个 我们是依法行政 第二个我们合法申请裁照何可 请他依程序不要依用不合理的抗争方式 是主党行政的作为 十多人聚集在代差的水泥墙前面 和铁路局的施工人员僵持不下 更有在地民众出面支持拆除场面紧张 而台铁人员强调宿舍拆除已经合法申请 不过随后赶来的文资处代表则表示 已提出列为占定古迹申请应暂缓拆除 文化资产处现在已经有民众 就是已有民众提出暂定古迹之申请 那我们已经开始受理 那请台铁暂缓拆除 那文武之后会到 协调过程中双方僵持不下 现场气氛紧绷 直到新闻接稿前仍然没有结论 也让这座老旧建筑 在拆与不拆之间留下一道难解的习题 记者张伟林台中采访报导 这条文化� underground 玛寸斛 不宣伤 不是